今天有一些車款 他真的就不得不反映他的一些成本 尤其是在電動車的部分 我們也聽到特斯拉 又要來漲價了 是不是艾達 是 這個特斯拉 現在開始在官網上面已經公布 他有一些車型已經調漲 但是不是世界各地的銷售都漲 目前僅有中國大陸 德國 加拿大 以及美國的售價來去做調整 而每一個地區市場上面不同 所以他漲價的幅度也不太一樣 如果在中國大陸 他大概漲價了有一萬人民幣 那在美國則是漲一千美金 在德國漲了三千歐元 加拿大漲了兩千加幣 也就是說換算成新台幣來看的話呢 特斯拉在這四個銷售地區呢 他的漲價的幅度大概從新台幣 三萬塊錢左右一路漲到接近 新台幣十萬塊錢 所以在不同市場上面 他漲價的幅度是不一樣 不過我覺得很好奇的一點就是說 一輛車的製造成本大概 其實差不了太多吧 對不對 那有差距點的地方是運輸成本 對 然後各地的稅務 銷售市場上面的稅制上的不同 所以會造成末端售價有些差距 對吧 所以說以製造成本來說 其實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那為什麼會在有些地方漲價 有些地方不漲價 有些地方漲的少 有些地方漲的多 這是一個很奇特的事情 那當然也有人說是因為特斯拉 某一些高端的車輛 他採用的電池 高端的電池星 裡面有採用的鎖礦 跟他所謂的Model 3的標準型 採用這個磷酸力的電池來講的話 是有一些差距的 那當然因為現在你知道烏克蘭戰爭 是 這個國際之間 對俄羅斯進行了一個禁運的制裁 對 那俄羅斯剛巧 又是鎖礦全世界第三大產量 難怪 所以可能就會因為這樣子 鎖礦的成本有大幅的提升 當然根據這個 目前國際鎖礦的一個價格來看的話 其實已經提漲了100% 相當驚人的一個漲幅 所以摩根斯坦地其實確實是有提出一個警告 就是說因為鎖礦的這個價格的原物料的 大幅的上揚會導致使用高端 使用鎖礦的高端電池 甚至例如說特斯拉這種車子 他會造成他的售價呢 將有大概千元美元 千元美元幅度的一個這個漲價幅度 那恰好有一點點符合目前特斯拉在四個地區的官網 上面的售價的調整 當然也有等於接近三千美元的一個漲幅的一個 這個地方 那你就覺得很好奇了 我就說成本 車輛製造成本其實差不多 那你想想看 這四個地區 這四個國家 這四個銷售地區 剛好不巧都是特斯拉銷售量最好的地方 哎呀 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因為 這個原物料的一個成長呢 然後導致它 必須得做一個成本上的一個管控 尤其是以這種所謂的採礦的這種原物料來說 很多在市場上面交易都是所謂的期貨價格 在個戰爭剛剛開打 他馬上就知道他就得要漲很多 這個就即便漲啊都是期貨的價格 再去做計算 所以我覺得特斯拉是屬於一個非常會 行銷以及操作的公司 因為我們剛剛講這個戰爭開打 涅礦的原料漲價 然後導致它的整個電池的成本增高 所以它的車量必須有1000到3000美元 幅度不同的成長漲價之外呢 根據統計啊 其實從以Model 3來說 它全球賣最好的一個車型 Model 3來說 從去年1月到現在 漲幅高達了20個百分點 所以這個車子到底是因為成本在漲價 因為戰爭在漲價 還是因為馬斯克想漲價 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說你想要不要花那麼多的錢 去買一個車款的話 就來看看國產車比較入門的車款 有哪一些選擇呢 乃哥 其實買國產車的入門車款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對啊 就是說不會被這個很花俏的東西去影響 它要買的就是一台車 它使用就是很簡單 代步的車 就是車 什麼都沒有就是車 好 回來看一下國產的這種入門進口車 其實說現在最基本型的要求呢 大概就是50萬 就是50萬來買一台車的話 可以買到什麼 我在圖表上 我們可以看到國產車來看的話 我們看Toyota的Vios Yaris跟這個Coplus 大概都是屬於這種比較小型的代步車的部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他們這三台車 大概都有一定的時間了 當然Coplus是比較一個特殊的車款 他賣的非常的久 沒有經過太多的改款 但是這台車但是好不好呢 可不可以買呢 當然可以買啊 為什麼 他以這三台車來說 他還是最便宜的52萬9 他的空間足夠 那如果你的需求就是一台車 他的空間又好 經久耐用 因為我們常說一台車是用久的話 他的這個時間的積累 故障率就會最低的 應該就是這台車 然後這些入門車也沒有什麼太多的高科技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哪裡壞 壞了巷口的雜貨店都能修 所以其實他就是經濟耐用的代表 那這三台大家都不陌生 好 我們再來看另外 這個福特Focus 剛剛我們都知道那個Rick也介紹說 他也是Focus的車主 那Focus 其實他有一個69.9萬的一個車型 也就是他取代了他當年的入門的車款 其實最早是Fiesta這種小車 他說啊 小車我不要了 我乾脆這個 而且這個四門的 他的車格等於越級打怪 對 他還是用六字頭來越級打怪 所以這個非常明顯 所以基本上他的這個所有的 呃 整個車子的戰力來說 他應該是在這個六十幾萬來說的話 中型的房車 是最有競爭力的一台車 那我們再看這個 Hunday 其實Hunday這台車他其實 應該是說大家對這台車都覺得說 他是一個新世代 所以他會吸引誰呢 大概就是年輕人啊 那這大概就是年輕人會喜歡的車 其他他就是一台小型的千倍車 因為畢竟來說 以小型千倍車 聞到大概市場主力在哪裡 進口車居多啦 國產車還是真的比較少 那中型千倍車 哇 這個U6GT 大家常常會遺忘的 結果個人是認為 U6GT又是一個CP值破表的車 為什麼呢 74萬8買一台這樣子 性能好 空間好 又是國產 其實大家很多人就是因為他國產 然後就說啊 怎樣怎樣 這我就覺得是蠻奇怪的 因為如果你去開這台車之後 你會發現 其實車子的設計上來說的話 其實他沒有一些重大的缺點 是啊 他表現很好 那其他的這個車型來說的話 應該也算是受過請存 我們必須要保護的護國神山之一啊 如果你不去保護我們這個 國產真正的這個 自主品牌的產業的話 大概他消失之後 我們在汽車產業也抬不起頭啦 就是台灣大概就只有這樣子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不管是 呃 在他的這個定價部分 還有他的這個車型 因為以他的價格 為什麼我說CP值高 你的產能越大 你的價格可以壓很低 所以以納智傑這台U6 GT來說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他才是真正的佛心價 因為他的量沒那麼高 然後要有那麼高的動力跟配置的話 所以這一個跟Focus這兩台應該就是我覺得 還有Coplus 其實我覺得就是分別代表不同級距的三個級距 最值得推薦就是單純以CP值來說 就這三台車是最好的 對啊 現在物價上漲的時代啊 你會發現喔 如果說真的要買一台車的話 這些其實入門的這些車款啊 的確滿值得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把這個清單拿出來 然後各個再去做比較啦 那我們現在都說什麼都貴貴貴嘛 對不對 真的買什麼東西 不論買菜啊買車 真的都是貴的 我們發現呢在市場上面 竟然連日本車也破下了這個 應該創下了史上最貴的日本車要價7000多啊 他到底是什麼車 這個呢我只能說在這種拍賣會 基本上就是金刺茶頂端的 那種有錢人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才會去這個拍賣會上面 把這種經典的老車呢 或是具有特別意義的這種車款 拿出來拍賣會 這個發表 那其實在美國最近的有一個拍賣會 他是Goodding & Company 這一個美國的拍賣會 最近他拍賣了一台 就是Toyota的Shobie 2000GT 大家都知道 這個這台2000GT 可能Toyota的車名可能都會知道 但是又掛上了Shobie 又不一樣 我們都知道Shobie其實就是 最主要是美國的一個改裝廠 他以改野馬文明的嘛 美系品牌的文明 他那時候呢 其實就在應該說 那時候要參加這個賽事 所以他改裝了一輛 一九六七年出廠的Toyota的兩千GT 他幫他換了一個賽事化的一個調教 比如說他拿著中控台 還有內裝 甚至還有他的化油器 也改成賽車用的化油器 然後變速箱 然後還包含了那種擦束器等等 全部都是